彭亨丝虫是一种属于丝虫鼠的寄生蛔虫 这是一种丝虫献虫 以致会感染家猫和野生动物的淋巴管并引起丝虫病 彭亨丝虫透过受感染的蚊子叮咬感染家猫和野生动物 当蚊子叮咬受感染的猫或野生动物时 寄生虫会进入血液进入淋巴系统 由彭亨丝虫引起的丝虫病的症状包括 1.淋巴结肿大 尤其是腹骨沟 液窝和颈部 2.皮疹 骚痒 3.下肢水肿 肿胀 4.皮脏 肝脏肿大 5.腹部疼痛不适 6.发烧 发冷 7.虚弱 疲劳 彭亨丝虫Brugeophenge是一种属于丝虫鼠的寄生蛔虫 这是一种丝虫献虫 以致会感染家猫和野生动物的淋巴管并引起丝虫病 彭亨丝虫丝与其他寄生蛔虫的差异如下 1.彭亨丝虫是一种寄生蛔虫 属于丝虫鼠 而其他寄生蛔虫可能属于不同鼠 彭亨丝虫透过受感染蚊子的叮咬从一个宿主传播到另一个宿主 当蚊子叮咬受感染的宿主时 它会摄入微丝幼寄生虫的未成熟形式 然后微丝幼在蚊子的肠道中发育成感染性幼虫 当蚊子叮咬另一宿主时 它将感染性幼虫注入宿主的血液中 在那里它们迁移到淋巴管并发育成成虫 家猫和野生动物彭亨丝虫感染的治疗方案包括 1.彼亨丝 彼亨丝是一种蛆虫药 用于治疗彭亨布鲁虫等寄生虫引起的感染 它的作用是破坏寄生虫吸收葡萄糖的能力 导致其死亡